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婚前协议应该加这一条 不能用面膜 为什么 吓死人嘛 你知道现在有那种蕾丝面膜吗 它是做成蕾丝的样子 敷在脸上 你以为像内裤 把内裤穿脸上了 以前专门 我还有作家朋友专门写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女的老是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 录给自己最亲爱的人看 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给不认识的人看 也不是都这样 有的女的就不这样 那是妓女 妓女就是化了妆 然后跟你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妓女就不卸妆吗 你还是外人 这还是符合我刚才讲的后一条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跟外人 妓女上床也还是外人 这是她工作 professional 对不对 她回家 她跟她自己的 她说养的老公 什么 她肯定就不打扮了 蕾丝面膜不用了 什么叫她养的老公 徐老师 你对这行业还挺了解 你们这两个大老爷们 聊的我都听不懂了 养的老公 假定说 不是 我要讲的 你今天是主要的 给我们那个专家咨询 因为现在有个女孩 叫周梦涵 这个周梦涵 特别火 特别火 你知道吗徐老师 她长什么模样 鬼人无数 我现在 就咱们可以出一下这个照片 她长什么模样 我也不敢确认 就是说 因为据说呀 是她开始出来 就是说 她在很多社交网站上 发自己的这个图 貌如天仙 你知道现在卖东西啊 就是 先发自己的脸 但是人家说啊 批来批去都批的 就说 你肤若 凝脂 甚至都有反光 我说那叫陶瓷 你知道吗 就是发了之后 她有十万的粉丝 就是说她是女神啊 天仙一样美 然后呢 卖面膜了 你说蕾丝面膜 我也没见过 但是她卖蚕丝面膜 蚕丝面膜 然后她说 这个面膜啊 是我跟一个老中医讨的秘方 然后我找加工厂生产的 然后就卖 卖了之后呢 好家伙现在遇到投诉 此人现在销声匿迹 找不到 但是很多人就投诉她 就是一帮脸上长了痘痘的父女 都在投诉她 用了这个面膜之后 脸上长痘痘 一般的诊断结果 就是接触性疲炎呢 或者是 当年这个 不是 一开始这个周梦涵呢 据说22岁 她是在奥地利留学的 对吧 然后呢 她一开始有人跟她说呀 她就是说 那是你长粉刺 但是现在看来啊 越来越多的 用了她这个面膜的人 就说就毒面膜嘛 现在大家就都在找她 这个事儿 为什么我很有感触啊 我现在觉得上次谁啊 冯唐在这儿在这儿聊 聊出一种什么趋势 说现在中国的没有公信力了吗 不是 收视率也是假的 票房也是假的 不是什么都是假的吗 哎 然后她提出一个想法 她说以后未来啊 我看她自个儿也这么干 就是微信朋友圈 微信公众号 人们不愿意相信公共机构了 但是人们也许相信一个人 这个人 她要为自己的声誉 甚至你至少为你的友情考虑 你也不会骗大家 所以呢 现在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里买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 无情的事实粉碎了冯唐的幻想 我发现今天是个什么社会啊 杀手啊 骗的就是朋友的钱呢 骗的就是朋友圈啊 完全就是说 这个不要脸 你知道吗 因为最近我为什么特气愤呢 我身边就有这个女孩 就中了这个招啊 跟我讲 就是说脸上长痘痘 你知道吗 脸 而且长得 哎呦 我看着都看不下去 你说我说你脸上怎么回事啊 他到处求医 知道不到 就是医生 医生一般都是说粉刺啊 皮炎啊 弄一通好不了 后来有另几个女的凑到一起 说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女伴 卖这个面膜 这几个女的凑一块才知道 说哎呀 我就是从用她这个时候开始 用了没几天就长这个 我长得跟你长得都一样 因为这几个女的都串起来了嘛 长得都一样 那都是他们的好闺蜜啊 那都是 那你说 这女的她 她什么心思啊 我也不理解什么心思 就是因为这个周梦涵吧 她是在微店上面 开的 卖的这个面膜 给我科普一下 啥叫微店 就是你在微信圈里面 你就是你不用上微博 你也不用上淘宝 然后你就直接在微 就是微信的这种 这种关注方式 你只要关注她 她就会放很多很多 她自己的商品 你就可以在微信里面跟她 那这些买卖关系都是熟人 就是说都得认识 不一定是熟人 但是可能是 我一姐妹在卖男鞋 你帮忙照顾一下 那个 然后你就加她的那个微信 然后你可能就可以看 哇几百张照片 这双鞋子我喜欢 但你鞋买错了 不会有伤害 但面膜这东西挺吓人的 怎么给钱给她呢 微信之父 微信之父啊 太快了 您是外星人 不是 他主要是上了岁数的人 我现在 徐老师 因为我都接触到这个 因为我过去是不开微博 你一定没有发红包 什么叫发红包 你不知道吧 我今年春节 给我那组里的都发呀 就是微信红包 这你都不知道了 就是抢红包 我就说 他们都说微信好玩 我一点都玩不出啥好的 嗯 你不跟我们玩呗 那你因为还没玩 我不是 我原来也不弄这些东西 就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啊 是微博呀 但是主要是因为 微信公众号 得拿一个证件 这个拍张照 才能接触微信公众号 可是我有看到 人家用我的名字 上面用了我的照片 根本不是我弄的 他怎么会弄的伤 对啊 这个我都碰到了 我去登记这个微博 加微的时候 登记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时候 都告诉我 这个斗文涛的 全部都站满了 斗文涛的带 若干前缀后缀的 也全部都有了 都不是你的 我不爱开这个 是因为我做这个网络 一个网络视频节目 你没有办法 人家说你的网络视频节目 你一定要有发放平台 所以你必须全开 是吧 真操全坏 好 这一开 我就发现啊 当然也不是我开的 是这个工作室开啊 这一开我就发现 真是生意上门啊 就是说 你这个天天的文涛的 这个微信公众号 我原来以为 他不就是转发一下 你做的节目吗 不是 就有商人找我了 就是说可以卖东西 做广告 我才知道 这叫微商 微商 一个是贴广告 再有一个 他说 说你看你可以先 你卖书啊 帮我推销什么东西 你在节目里推荐了书吗 不是 那你就可以卖书 你跟出版社联系啊 帮他卖多少本书 我说这个 我好像还是能明白的 至于别的 我最后为什么 我就很谨慎 我就觉得 我怎么控制得了啊 你是拿我的这个名义啊 拿我个人的名义啊 去卖给这些个 所谓粉丝 但是 我又不是内行 我知道你卖了些什么产品 这个里头引起纠纷 那我负得了这个责吗 对 你知道后来我发现 这就是所谓的微商 现在面临的问题 对 不要以为说这人 顾及个人名誉 人最不要脸了 哪顾及就在利益的面前 他顾及什么个个人名誉 顾及个人名誉的是少数 我认为 嗯 需要说给你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现在在微商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造神运动 嗯 就是像这个周周梦涵 我我我认识的是另外一个 是一个男男孩 也是那种特别帅气的 好看的那种花样少年 他真的是把自己弄得像神一样的 他有几十万粉丝呢 而且他卖的全部都是 男士用的保养品 跟保健品类的东西 后来我透过侧面打听 他一年的营业额是破亿的 What 十几万怎么会搞到破亿呢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那每个人都得买买好几千上万才能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但是听说跟他的粉丝 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死忠的 就是你看到他的那种对话 就是像神一样的在膜拜他 其实那个周梦涵的那个 他跟他的粉丝也有一些对话 就是说那个对话其实特别傻 他人家他这样 哦你这是什么什么 哦我跟你讲 你那个就是粉丝而已 就是说这么 这摆明就是骗你的话 你怎么就哦是这样子吗 那我知道了 还跟人说谢谢 然后我刚才讲的那个男孩 他的商品全部都是三无 全部都是三无 然后我就问我的朋友说 难道他的那些消费者不知道吗 他说应该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情吧 他们就特别崇拜那个男孩 就觉得他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微商的造神 还有大家的一窝蜂跟 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心态 我就觉得就说有些人现在指出这个趋势 可是实际上你没想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说很多明星啊 在微博里也卖东西啊 也做广告啊 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 他也收钱呢 可是你知道 哎现在不是修改了什么广告法吗 你要是虚假代言 那个明星要受处罚的 可能三年都不准你再做了 可是如果你明星通过这个微商 搞的这个东西啊 好好像法律漏洞 法律监管不好办 然后再讲 比方说咱们是个朋友圈 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发 我说哎 这牙膏我用的挺好 你们你们谁要买 慌慌慌都买 你知道我也不能怪这些闺蜜啊 也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不是专业人士啊 对吧 你也不是说你有心害这些个姐妹们 但是你刚才讲那个 我也想到也有种可能是 他自己用的挺好的 对他自己用好 然后给大家的皮肤不一样吧 对不对 对 但是你这样 哎 就是咱假设 你像在美国卖的产品 是经过了很多检疫检验 等等等等 是这是 所以说所谓的公家卖的 还是有一定保障的 对吧 但是咱们这儿 你说公家的保障不全 私人的 他们讲就是说 你一个人得珍惜自己的羽毛 我看 这自己的羽毛最不可靠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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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就是广美刚才讲的 就是说要干这个事 现在你学会很多新词叫网红 网红这是什么 你先去把自己弄成个红人 有十万粉丝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卖东西 就干这个 但是你刚才讲那个男孩子 他自己心里是觉得这是个什么事 他就觉得这是个肮脏事 他挣那个钱 他都挣得心不安理不得的 他都就是自己精神受到很大的压力 他就去找我的朋友 寻求精神上的这个解脱 因为我的朋友可能在学佛学的 他就希望能够 你能不能就是说引荐大师啊 什么的我也想那个学佛 什么的我也要消一些自己的业障 他说你犯了什么业障 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在卖那些东西 可能害了不少人这样子 他自己都知道的 但是因为在利益这么大利益驱使之下 他还是继续干呢 反正这个 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些公众的 就比方说大的公司的或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公司 他也赚钱 他也不是凭良心 只是想 他要是出了错 我们可以告他 对吧 他那个名有名的那个公司 你要在百事可乐里吃出一蟑螂来 你发达了 对不对 最近香港都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什么快餐店 里边吃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赔很多钱 要是也有这么一个法令 就是说哪怕你这种微信 或者就不管怎么样的这种买卖 中间出了什么事情 他也有一个法律制裁系统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约束这样的话呢 那是 你像这个卖 你要是卖的是毒面膜 我有证据证明我受害 对 那你是典型的诈骗吧 对 这算是 你危害他人健康 但是薛老师 您刚才这样讲 这理论上都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说 其实周梦涵这个名字 一听就不是一个真人的名字 那些照片 他 他 他可以死而复生 他可以死而复生 他今天用这个人的照片 他明天用那个人的照片 可能那个真实的周梦涵 长得根本就不是那个小瓜子脸 他可能是 另外一个长相的周梦涵 所以 麻生太狼也 我跟你讲 就是 我现在就不知道 就是看不懂今天的这个社会 因为互联网时代 他们说出来的很多互联网思维 听得我都有点恶心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这个互联网思维 我想来想去就是什么呢 他助长骗子 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我现在听到 他们很多经济学家 讲的这种新的模式 比如说啊 就说 你现在一个产品 主要的价值是体验 你能不能给你的用户 一个什么体验 体验 他们才同样一件衬衫 你让他呢 这个给他一个好的感觉 你就能卖几千块钱 要不你就能卖几百块钱 成本价可能都一样 然后或者说 哎 现在互联网都是 人类又回到了原始 就是部落型的 哎 一个一个的人 先混成网红 就比如说 哎 我有十万粉丝 这就不是教主吗 嗯 就我就是说 我有我这些大V 我有我的人格魅力 哎 我有我的什么 我聚集了一些个 拥护我的人 然后呢 我好一点说 我让他们之间互通有无 对吧 坏一点说呢 也不叫坏吧 就是说 市场上来讲呢 商机 也在其中 可是你知道就是 不都是好人 就是 我我我我我我那天 我老是说 我说咱们现在有句话叫 接地气 实际我现在变得啊 哎 我不能说讨厌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要一分为二 就是 接地气 有的时候是好的 可是现在在中国社会的很多角落 你一下去这个江湖里 我跟你说 那这个地气 就是乌眼涨气 到处都是骗子 在各个的这个圈子里 你就会看到 这个这个 哎 这种这么传销的老鼠会的搞培训的 你说我最近见的好些这样的 我就觉得怎么也没人管管他们 就是说这个骗子横行啊 在一个教室里租起来 就是 跟着我来 跟着我来 好 然后一帮这个学员抱在一起 抛头痛哭 然后好 什么什么成功秘籍 一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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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这什么五千块钱都是便宜的 你 那 抢不上的那个学员还哭 我说 你知道因为 我想我可能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古典的人 我适应不了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可是 什么叫粉丝经济 对吧 是不是以后未来社会就粉丝经济 可是 咱们这 咱们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是什么 对事不对人啊 所有的个人崇拜都有变成骗子的可能啊 你写了一个小说 就是咱就说这小说好 但跟你这人是不是伟大 我从来认为没关系 刘德华 你演这部电影好 你就是电影好 你演了那部烂片 你就是烂片 难道跟你是个神 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要信人 人是最不可靠的一种动物 人 信任人永远会失望的 对吗 但是怎么今天 我听到的这种粉丝经济 我觉得本质上不都是在搞这种教主吗 你 我很困惑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人家跟你老鼠会的那个感受没有 你碰到过实际的老鼠会没有 我碰到过 我都被催眠过呀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美国 我还留学生 还很穷 结果呢 有一个有一个中文学校叫我去教书 结果很好 那校长我很尊敬 他是台湾去的美国的专业人士 结果呢 有一天他突然就到我住的地方来了 就是夫妻一起来的 提这个包 我受宠若惊 因为他们是我很尊敬 而且他们生活的很好 然后就跟我 我当时没有概念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一个道理 我忘了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反正听上去是很好的 又是安全 又是好 我是很多疑的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 对我很好处 但问题是 我明天要把这个好处 要告诉另外五个人 他们要能够接受 我才能得到这个好处 然后我当时就答应下来了 答应下来了以后 我就第二天我这想 我找谁呢 我就一个一个在想我周围的朋友 我就发现我没法跟人家开口 我就发现我只要跟人家 我跟你聊天 讲球 吹牛 谈政治 政治局 我都能讲 但是一个事情牵涉到钱 要它也牵涉到里面 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就在我那么大的一本 那个通讯录里面 找不出五个人来 是 就此我就退下去了 对 就是我觉得 我真的我就觉得 我找不出五个人来 这五个人可以 他们完全相信我说的话 我觉得我 因为我也不能完全相信 他说的这个东西 对 我就退下 后来我才知道 这就叫老鼠会 就是怎么说呢 我可以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 也许不全面 也许就偏激 我只能这么说 你比如说也有 也有的朋友 好比说我也可以混成这个 我在全国城里 涛有会 涛有会 然后呢 我还整天巡回 你知道吗 就哈哈 云南去一趟 几十万 你带上我吗 可以就去一趟 可以带上我 然后涛有会 今天在哪设个局 咱们聚会 就搞这个 我必须否许 我不能得罪朋友 我有的朋友是干这个的 但是呢 他提供的是货真价实的 比如说一些收藏 或者是一些做茶叶的 做得很好 我因为我了解他 他也提供给我 所以我不能对这个一概否定 也有些人通过这种方式啊 他做的是很好的茶叶 很好的丝绸 很好的这个 在全国团结起这么一个 俱乐部 还是一个什么 可是我就说问题 一定还有另一面 就是有他控制不了的 骗子成堆的 这一面也得要小心 光美你没碰见过这样的吗 我觉得我目前面对 比较大的困难 是虽然我已经把我的微博给 我没关了 但我已经停掉 快两年的时间了 但是微信现在基本也沦陷了 以前就是大家说 哎我可以加你微信吗 不好意思 这很私人的 那什么 现在根本没办法就沦陷 扫吧 扫吧 用力扫吧 就是现在的微信 已经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私密 所以它现在又变成一个 宣传的工具 就是我曾经试过有 三天之内 接到三个在做面膜的朋友 给我发了面膜过来 他们的要求说 光美姐 你可不可以试用一下 我们家产品 如果觉得好的话 就麻烦推荐一下 就像您讲的 咱脸皮薄呀 咱怎么能在 咱们的电话本里 什么在咱们的那个里面 做这样子公开的 而且重点是你不知道 就是说咱们自己 当小白老鼠用了也就算了 你该说什么呢 然后重点是 这三个面膜里面 有一个真好用 有一个真不好用 有一个你看了都不想用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对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感情 跟利益分开 这要作为一个原则 这个 我跟你说 有些人他做这个事 他自己是正义满腔的 他觉得甚至是帮助朋友的 我坚信我用的这个东西好 我怎么不能在朋友圈帮你们买呀 对吧 你也不能不理解他这一番苦心 对吧 长了痘痘 你也得忍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好 谁谁家女儿做珠宝了 讨厌 不是 我现在讲 就是说这个除了 就是线上线下 我不能说是骗子 就你刚才讲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杀手 就是说现在我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我十个 就是朋友圈里面 忽然有这个群 就是说 聚会了 我后来发现 好像真的很多鸿门宴 很多鸿门宴 就是谁谁家 都有点什么东西要卖 谁谁家的儿子 那个开化展了 谁谁家的那个侄子 又那个卖眼镜了 就是你永远去都 都是有需要消费的 对 那个社会学的理论来讲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 恩格斯的话最好了 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只是现在这个社会关系 不单是认识的人 是通过网络 所以你现在的人的性格 就变得复杂了 但再复杂 它还是可分类 社会学的基本的道理 是一二三圈的 第一圈就是你的家人 这是一圈 第二圈是你的朋友 或者说有时候 就是朋友 在外面一圈 是跟你有利益关系的人 就是你的同事啦 就是你认识的其他的人啦 你跟他们的来往 主要是一种利益的合约 这三个圈 一部分是靠血缘 就是伦理 一部分是靠感情 意气 一部分是靠利益交换 就是要分清 只要把这个三个分清 时时刻刻把这个三个分清 就好了 理论上是这样 理论 我跟你说 这个分清是很不容易的 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 哎 这个人格魅力 个人魅力 这些词啊 我越老 我越怀疑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今天的很多人呢 真的就是靠着某种 领袖魅力 人格魅力 和 因为对我来说 你可骗不了我 我对一个人 没有多余的崇拜 我 说 你给我说 发表一篇演说 这句话说对了 你就这句话说对了 可能你下句话就说错了 对吗 那有什么超过这句话本身的这种崇拜呢 我说实在的话 我一直不能理解这种心理 你没有进入那个粉丝状态 没有 薛老师 我这样讲吧 我即便崇拜 陶渊明 咱说吧 嗯 我也 看 他这首诗写的更好些 那首诗我稍微不喜欢 而且 而且陶渊明 当时还和两个政治大派别的重要人物都有政治上的合作联系关系 对啊 对啊 你光美刚才想说什么 没有 我要想讲的就是说 徐老师还是用很理性的事情在分析这个事情 其实你说这个所谓的亲情友情跟利益圈分不分得清 分得清 但你撇得清吗 你撇不清 那你在那个撇不清当中拿好处 那你别抱怨 我没有拿任何好处啊 没有拿任何好处 就是说现在最可怕的是 为什么你撇不清呢 其实每个人都要消费的 我跟你买 跟跟你买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跟你买 你是明码实价 然后都是清清楚楚的 但是去到你那之后 你关了门做生意 然后那个这个杀手 那就很难做了 但是我摆明知道这样子 我还不能把你就撇掉 我撇不掉 是是是 所以这样才能发达吗 像我这种逻辑啊 撇清呢 就发达不了 就是省事 但是就是不会发达 我觉得这个啊 真的 很多时候啊 是有一个程度 有一个程度的问题 就很多事情总是啊 这个 那叫什么呢 人生若只如初见 最开始的时候 总是很单纯 很好的 我有一个好东西 特别好吃 我给你们买 对吧 我会 甚至是我不挣钱 你们给我原价就行 但是到后来呢 想法开始发展了 就说你看 我帮你们这几个朋友 找这个东西 我也需要车费 你们把这个程度 车费嘛 再往下想呢 我还可以扩大 你们还可以找几个些朋友 然后呢 我这个中间价 还可以更高一些 我可以直接去找厂家 你的知名度不用 就吃亏了 对 浪费了 你看这个事情 都是总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的 分得太清楚啊 旅行团都不要 这种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而且通常你在发展 这种商业模式 发展的当中呢 就有那么一个人 他比你更厉害 他就找到你那个巧克力 吧 那边 我们下来了 我们下来了